好 同学们 欢迎大家回来 接下来咱一块搞定例二好不好 好 来看一版例二 有一个整数用它去除70 110 160 所得到的三个余数之和是50 发现了吧 用这个数去除70 实际上谁除以谁呀 这个数除以70 用这个数除70 那不就是70除以这个数吗 是这意思吧 你说70除以这个数 110除以这个数 160除以这个数 是不是都有余数 这三个余数的和加一下正合等约 50 问你这个整数是多少 能明白吗 有同学咯耳挠腮 挠了半天 我一看那个洞子都可以给美猴王 去演美猴王了 是吧 也没挠出来 没关系 你慢慢写出来看看好不好 来看一版 它的意思就是70 去除以这个数对吧 应该有个伤 是这意思吧 伤个几不知道 一个21吧 能看明白这个式子吗 接下来让谁除以这个数 110 110 你看为了图这么个题 110都惊动了 是吧 等于一个伤 于R2 能看明白吗 看明白 还有谁可以除 160 160 160除以X的数 等于谁 不知道 这个余的是什么 23 让咱们找谁 找这个ADC 还是212223 还是X X 实际上甭管找什么 你看整个式子里面 谁最重要的 只要把谁找出来 全都解决了 X 只要把X找出来 是不是全都解决了 你想这个事儿 一旦这儿确定了 这点 你确定不了吧 这儿确定了 你这点 也不好确定吧 是 能明白我说的啥意思吗 明白 只有X是整个题目的关键 听懂了吗 听懂了 这种题第一句话 注意心啊 郭老师送给大家的第一句话 是什么呢 甭管找什么 都先找除数 听清了吗 听清了吗 因为一旦有了除数 我就握住这种题的命脉了 什么东西我都可以找了 是这意思吧 那除数怎么找呢 来看一把 我看了半天我也不知道 哎呀怎么找啊 70除以X等于A 你要能出近也好啊 你要能出近的话 比如说没有余数 那我X就是70的什么呀 约数 约数对 你110除以X等于B 你没有余数也好啊 你没有余数 我觉得X是110的 约数 那大不了我采用最傻的 最可爱的 最招人喜欢的方法 当然不找我喜欢 我傻事了 你能明白吗 我猛算了 我都把110的约数列出来 我愣推 我也能推出来 对不对 好歹我有迹可行啊 你这样 我都找不到办法去做 能听懂吗 所以 第一句话 我跟大家说了 大家还记得是啥吗 要先找余数 对 除数 甭管制度提高求什么 都先找除数 听清了吗 第二句话 是什么呀 尽量想办法 要去掉余数 因为一旦去掉了余数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 整熟的问题 对吧 一旦能整熟 就存在约备关系 一旦存在约备关系 大不了我采用这个世界上 最傻的方法 去猛试 我也能做出来了 对吧 对 而且以前我告诉大家 傻点不聊人 太懒了才丢人 是这意思吧 那我就想办法去余数 这个题里面 有没有关于余数的条件 何时50 何时50 所以说 他知道一个21加22加23 等于50对吗 你跟我一块想 既然想去余数 70-21是不是X的倍数 110-22是不是X的倍数 对吧 160-23是不是X的倍数 所以有同学看到这非常兴奋 他说老师我知道了 70-21是X的倍数 110-22是X的倍数 160-23是X的倍数 要知道这个等级 这个事好办了 因为这是X的倍数 X就是它的约数 X就是它的约数 拿它的约数去试 不就试出X来了吗 对吧 看这个你知道是几吗 不知道 所以有同学看到这说 悲剧 那看这个 要知道这个 是不是一样道理也可以 是 这个知道吗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有同学老师 悲悲剧 是吧 那这个知道 是不是也行 这个知道吗 也不知道 这是X的倍数 X的倍数 X的倍数 是不是一个都不知道 有同学看也不知道 大悲剧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知道 21加2加23是50 这是X的倍数 这是X的倍数 加起来是不是也是X的倍数 是 而它们加起来 是不是就是70加110加160 再减去212223 减212223实际上减就能够减多少 减它们的和 减它们的和 它们的和是多少 50 那不就说明了70加110加160 减去50是X的倍数 那反过来X就是它的 约数 那它的约数我知道了 我试不就完了吗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翻看一下详细的解译过程 让大家摇一眼 这儿有损大家的眼睛了 对吧 这个版数这么乱 看一眼 我发现 70除以X于21 110除以X于22 160除以X于23 对吗 所以我发现 这一仨加起来 减5是等于290 290的一个数不好 对吧 新世代的学生们 创造出来一个结论 290等于250 加38 加2 对吗 这几个数 哪个也不好听 对不对 这个学生的创造力 是太无限了 等于290 290是不是X倍数 换句话说 X是290的 约数 我一个挨一个试 是不是也就做出来了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当然你可以一个挨一个试 但是 是不是还有很多呢 你比如说 1和290都是它的约数吧 是 2和145都是吧 5和谁谁谁 反正就是有很多 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点麻烦 是 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你现在学术学是这样 以后做很多事都这样 你想的多一点 又少受一点苦 你要是不琢磨就蛮干 你就多受一点罪 是这意思吧 你比如说 咱一会想一想 我可以想什么 注意听我说 我觉得这个X不能太大吧 你要比70还大呢 不可能 你要比70还大 70除以你只能伤几 0 伤零 余几 70 余70怎么可能三个余夫的合适 50呢 听听那句话了吗 听听了 所以X有没有可能特别特别大 不可能 它一定比谁小 70 比70小 那就 我这个试着写的没问题吧 没有 那你也不能太小啊 因为你仨加起来是不是余 50呢 对吧 你比如说X等于2 你信吗 不信 宇童老师 甭管你信还是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谁信你谁傻瓜 是吧 你X要是2的话 这是不是顶多余1 余1加余1加余1 加起来顶多是不是就余 3 你怎么可能余50呢 听懂这句话吗 这个时候你注意听啊 既然余50 所以 这儿 你比如说这儿要是16 这儿要是16 这儿是16 都加起来是不是才 48 你知道我16怎么来的吗 我把50均分到三个地方来 是不是平均每一个 大概是16点多 所以X一定比17大 对吗 这句话 曹臣为什么呀 为什么非得比17大呀 不然的话 他们的余数加起来是小余1 如果算你是17的话 这儿是不是顶多余16 这个是17 这儿顶多是16 这儿17顶多是16 撒16加起来是不是才48 所以X的如果小于等于17 那就两字没气 对不对 所以X是大于17的 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那这个时候你再试它就不多了 对吧 我说的 你比如说 咱家试试它的约数有谁呀 290 我这么一看 它应该有2 有5 再乘以29 对吧 它的约数在17到70之间的 明白有一个谁 29 还有吗 好像 29的两倍嘛 58 58 是不是就这样 没有别的了吧 没有了 你也找不着别的了 那试这两个 哪个是答案 哪个不是答案 是不是就完了 试一个就够了 你比如说 我先试29 先试这个 70除以29 应该伤几 伤二 伤二 于几 于12 12对吧 看这还没有多大问题吧 再来 110除以29 来伤几 伤五 伤几 伤五 到底还那么大吗 伤四 伤四 行吗 也够呛吧 伤三 伤三 伤三于几 87 23 23 23 这个还没有多大问题 对吧 那用160 160除以几 29 除以29 伤几 伤五 这个可以伤五了 伤五于几 145 15 15对吧 那这回你看 是不是50不就完了吗 12 加15 加23 是50吗 不是 不是吗 是 到底是还是不是 是 那不就等好了吗 能明白我说的啥意思吗 与东老师 那我等于58 怎么不行呢 咱试试行不行 好不好 好 有可能也行 万一这个提不了答案呢 对吧 有很多提不了答案 你别漏了 那我看58行不行啊 70除以58 来告我于几 伤一于12 一于12 没问题啊 原来该110除以58了吧 来 告我伤几 伤一吧 伤一 伤一 伤一多少 2 42 42还是52 52 52 悲剧是不是已经发生了 发现了吧 怎么可能加起来等于50呢 是不是已经超了 听懂这个事了吗 听到了 所以这提答案出来了 应该范围分析 发现 17 70之间 有X 对吧 所以没诀验证 发现X等于29 听懂这个题了吗 听懂了 关于这个题 我想说的几句话 周一听啊 带鱼问题 带鱼数的图法算是吗 你看这个是不是带撒鱼数了 对吧 带鱼问题讲究去鱼化成 找背试约 这什么话 我怎么看不懂 我慢慢给你解释 好吧 去鱼就是想办法去掉鱼数 听得懂吧 听懂了 这个是不是撒合起来一块去鱼数 对吧 去鱼化成 找背试约 找那个X的倍数 拿这个倍数的约数去试 能明白吗 明白 290就是咱找的那个倍数 它就是X的倍数 试约 就是拿290的约数去试 就能试出答案来 听得明白吗 听明白了 再一个就是要找除数 得先找 除数的倍数 也就是那个去掉鱼数的那个玩 能明白吗 好了 关于这道题 我就简单讲到这 好吧